剛剛講到這個部分,我們把這個函數部分把它講完 基本上就是找不到0的話找0,往前找 然後找不到0就找0,這個是一個基本邏輯 所以要避掉這個問題的話 第一個,我們可能要修改剛剛這個公式了 其實就變成要回頭從這個φ開始了 把這個φ,這個公式可能就要重來了 φ的話呢,就是推回去原來的這樣 也就是說如果fine0的話,那有就是它會有位置 如果沒有的話就是value錯誤 所以把它向下填滿一樣 你會發現這邊有0的話就是不會有錯誤 那如果找不到0的話,它就會有value錯誤 所以呢,為了避免這個問題發生 我們可以把它改一下邏輯 意思是說,如果找不到0,那我就找0 如果沒有找不到0的話,那我就找趨 就是一直往前嘛,先找0,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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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0 OK,那怎麼把剛剛講的一個邏輯做出來 接下來請你把這個公式解下 然後插入,邏輯的話就是到邏輯函數裡面找 有一個叫ifl,因為這個井字號開頭的話 那你可以想到,只要是井字號開頭的 其實在那個excel裡面呢,就是一個l,就是錯誤啦 那我們如果要判斷它是不是錯誤的話呢 可以用ifl,如果有井字號開頭的錯誤發生的話 那我要做什麼其他的動作 OK,那意思是說,如果有前面的狀況發生 那我就把它改一下,不要找0,找0好不好 OK,按確定,那我怎麼給公式 這個貼上有沒有,如果這個狀況發生 正常就,反正就是照這個方式輸出 那如果像這個錯誤怎麼辦呢 沒關係,你就幫我 所以底下是,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就幫我把原來找0的部分 改成找什麼,找0 OK,好,那再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往上填滿的話 那這邊會發現 這個幾個都正確了 那這個的話呢,因為它沒有0,也沒有0 所以還是錯 那怎麼辦呢,沒關係 再一次判斷,那怎麼判斷 再把這個公式減下來 再插入一次邏輯 什麼邏輯,if air 然後呢,把剛剛的公式再貼一次 OK,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你找不到0,也找不到里的話 那你就幫我找什麼 找趨吧 OK,這個應該是找趨啦 那我就把φ這個公式 等於在貼之後再複製 φ瓜弧里,然後豆點G6 後瓜弧,把它貼過來 就這一串 然後呢,把這一個里的部分改成趨 好,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向上填滿 這邊用OK了 向下填滿 那應該全部都OK了 也就是說呢 反正不外乎就是0 不外乎就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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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當成是那個路的前面的那個字 OK 那再來的話呢,我需要找什麼 找這個應該是中程路 或者是什麼呢 或者是街 好像是一個萬寧街 或者像市民大道的道 那我要怎麼找 其實比較聰明的做法是 你直接拿這個公式 複製一下 這個公式直接複製 然後呢,把它取消掉之後呢 我們把它換到這邊來好了 在H2的地方,我把它貼上 那我只需要 其實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要找後面是路接到的位置的話 邏輯跟這個還蠻像的 那而且是三個字 所以呢,我就乾脆把0里區 直接改成什麼 貼上之後呢 改成路 有沒有 你先找找看有沒有路啊 如果沒有路的話呢 你就幫我找街 如果找不到 也找不到路 那就幫我找到啦 應該就會是 一定有的 如果沒有的話呢 那表示那個地址是錯誤的啦 OK,打勾一下 那你會發現這個就是 第12個字了 那所以如果我要切出那個地址的話 那其實就是什麼 用那個MID MID在底下 那我們練習的話可以 在這邊,最後面這邊 這個地方練習 這個地址哦 我要第幾個字 第9個字 然後呢 加1 就是 路接到的這個位置 的下一個字 有沒有 里的下一個字 然後呢 要幾個字 把12再減掉多少 減掉9 然後打個勾 那這邊就萬寧接了 向下填滿怎麼做 那這個也要向下填滿 這邊就有了 有沒有 就是這個做完 向下填滿 那這邊就有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最後就做完了 公式基本上 就是這一串 但是其實我們是分成 一個 兩個 把它分三 三個部分做 那當然呢 我在雲端上面放的 是把這三個有沒有 把它結合為為一 三合一哦 所以如果你要三合一的話 哇 其實你雲端上看到是很複雜的 但實際上 它就是把這三個步驟 全部串在一起的結果啦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三合一的話 要怎麼做 其實我再把三合一的動作做一次 當然你也可以分 分開的話 你其實可以再把這個公式 選擇性貼上貼過來 只有值也可以啦 那當然只是說 感覺上好像就沒有那麼 那麼流暢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一次完成的話 那就是把這個公式 先剪下來 然後插入函數的時候呢 先用MID 就把這個公式呢 先貼到MID裡面 然後 MID是要切什麼 切這個字 地址 裡面的什麼呢 STAR NUMBER就是 先把這個公式貼上 然後加1 OK 意思就是說呢 前面這個字的位置加1 第十個字開始 那要幾個字呢 要入接到的 減掉什麼呢 零里區的位置 所以就是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貼之後的話 分別把這邊零里區 分別改成入接到 意思就是說 去找一下那個入貨接貨到的位置 那再減掉什麼 再減掉零里區的位置 所以入接到 後面這個 一次完成可能比較難一些些啦 而且你們可以再試做看看 那這個入接到 這個到 然後記得喔 最後面再減掉什麼 減掉再貼一次 有沒有 那這邊就是萬寧接三個字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剛剛這個地方 實際上就是把原來的公式怎麼樣 原來的公式 把它先減下來 貼這邊貼一次 這邊一次 然後加1 然後再貼第二次 貼第二次的話是貼 第二次的話呢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入接到 然後再減掉什麼呢 再貼一次 所以總共會貼三次 這一次要改成入接到 這一次就減 那最後得到結果 OK 那這個難度比較高啦 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們把它向下填滿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實際上 當然這個後面 H欄跟I欄呢 就沒有必要存在 就把它刪掉就好 OK 那請各位呢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